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两颗 第一颗选处 又分两颗 第一颗是种标 七行处苦者 当之此苦略有其种 这一种苦里边 简略地说有七种不同 下边第二颗列诗 依着自私悔行 替虚法等 第一种苦呢 就是自己 这位菩萨 他不愿意做再加菩萨 他要出家 才就是自私悔行 不是别人劝他的 他自己主动地要出家 要出家 第一件事就是要毁行 这个是决定的意思 一点也不犹豫 就是改变他的形象 什么叫做毁行的替虚法等 这个替虚替虚 替虚法 这些事情 就是弃者世俗诸诸俗诸 Prophet 虚替虚契 就是弃者鸟丢是监人的 一般人所认为像好的这件事 他弃者这件事 这上面说虚法 要说到虚 可能这个人不是很年轻 已经有虚了,应该是这个意思。 这个有虚法,四千言可能因为这是庄严的相貌。 现在这位菩萨要出家,你就是弃色了这件事,所以叫做回形。 二者,知识回舌,受识改变,坏色一等。 第二件事,就是他知识改变他的舌。 什么叫做回舌呢?受识改变,坏色一骨。 他这个受识,也就是着的意思。 他所着的衣服,不着原来的在家人那个美好的颜色的衣服。 穿这个变坏的颜色的衣服。 三者静止云为,皆不种印。 第三件那事情,就是静止。 静止,静止就是动,动静。 云为,云为,云就是说话,为就是做事。 这些事情,你皆不种印。 他都不放种自己。 有所事件一切行住,自尽社固。 他一到印河的地方去,不管是行是住,他都自己要恕自己。 他不放种,不放义。 这个静有恭敬的意思。 到一切处都有恭敬心。 耳不随随便便的。 这件事不用意。 事者依他活命,舍伤能等世间事业。 从他所得而存寄过。 第四件苦事,就是菩萨自己出了家,做了比丘。 他不自己生产。 要依赖他人的施舍。 依赖他人的不死,来维持生命的存在。 这件事也是个苦事。 舍伤能等世间事业。 他弃舍了发财生财之道。 商,做生意。 能,是种田。 各式各样的世间上的生财之道,他都弃舍了。 从他所得而存寄过。 你自己不生产,那生活所需具有问题了。 但是他就从他,从别的因,同意修晓圣道这件事的因, 能够支持你。 从他所得。 得到了衣服饮食,我就要。 而你这样子,靠这样的方法,来维持生活。 这件事也不容易。 向别人伸手,是一个很苦的事情。 武者尽受充他,修衣服等, 于所坏得,非法真财,久所处疾,不受用固。 第五件事。 尽受,尽其寿命。 这么长的时间内,都是从他求衣服等, 都是靠别人的布施衣服等等的事情。 于所怀得,非法真财。 对于所得到的,不合法的这些财物,不受用。 非法的财,非法所得的财,他不要。 或者是说谎话,骗人来的钱,他不要。 久所处疾的,他也不要。 就是,我说,我明天不出去骑尸。 我今天骑多一点的,儲藏起来。 说不要。 菩萨不做,毕丘不这样做。 菩萨是没有割许之量。 菩萨毕丘没有割许之量。 不受用固。 这件事,这是佛所规定的。 也不是容易办的事情。 六者,尽兽遮止,人间诸愈。 第六件事,尽兽遮止。 就是,不做这种人间的主欲。 不享受人间的主欲。 一般人,在家,社会上生活的人, 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社会上那种思想,那种行动, 贪求的事情。 这位菩萨毕丘完全停下来了。 遮止,隐间的主欲。 拒绝这一切事情。 离非凡行,隐欲法固。 就是远离这个欲的事情。 这是乌眼的事情。 这个隐欲法,它不要。 拒绝这件事情。 其者,尽兽遮止,隐间喜喜。 舍离观听歌舞笑戏。 长吉等故。 第七件事,也是尽兽遮止人间的喜喜。 人间有一些欲乐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歌舞,笑戏,唱吉,这些事情。 菩萨都弃舍了。 舍离观听歌舞,笑戏,唱吉等故。 既离与己,亲友,同龄,笑戏,欢愉,邪充等故。 亥远离,什么事情。 与几次亲友,在家的时候他们有亲后关系。 是好朋友。 或者是,这些亲友和自己的年龄是相同的。 大家见面了,就会笑戏,会有内心里感觉到欢乐。 邪充等,或者是手拉着手,到什么地方去。 我跟随着你,你跟随着我这些事情。 完全,这个不是完全也停止下来这种事情。 如是等类,因其求行,所有艰辛所胜众苦。 这前面是烈诗,下面第二颗明音。 如是等类,前面列出来的这么多。 是,因其求行, 这举什么,举出的其中一个。 或者是,祈求,祈求,衣服也是的。 所有的这都在内。 因此而有了艰辛,有些艰难苦恼,辛劳的事情。 所引起的苦恼重苦。 菩萨一切皆能忍受。 菩萨一切都与忍受这件事。 不由此缘,精进协费。 不因为祈求等事所引起的重苦。 那我,那我就何必再出家修小圣道做什么呢? 菩萨不会这样做。 如是名为菩萨,忍受其心处苦。 当之此苦略有其中等者。 修舍成帝说, 第二十卷的修舍成帝说, 由替主虚法故, 舍虚行好故, 召坏陕义故, 应自观察行舍隐。 菩萨说, 必须应该自己观察我的行, 我的舍和其他的因不同。 如是名为观察, 视受下列形象。 这种形象和一般因不同, 别人看见都不壮严。 但是修行人, 接受这个下列形象。 于行住坐卧, 雨末等中, 不随欲行, 制伏交曼, 亡取他家。 这个碧秋啊, 行住坐卧, 雨末等中, 不随欲而活动。 制伏自己的交曼心, 亡取到他人家去的时候, 审政观察, 游行, 自己心里面常常要有智慧, 观察所遇见的一些情况。 这样子去到聚落里面去歧视。 如是名为观察, 视受下列为依。 前面是下列形象, 这是下列为依。 又正观察, 从他怀得无所需及, 诸共生的知具。 如是名为观察, 视受下列重具。 这个菩萨像颜, 菩萨毕丘, 修士圣地只说毕丘, 不是说菩萨。 这个毕丘自己没有生产, 生活所需是没有的。 都是像颜祈求, 像颜祈求, 给什么都是好了, 所以都是下列的重具。 这本来是说三样, 但是由此五项, 当之市民处处观察。 这个第一个下列形象里面有三种。 就是替出虚法, 蛇书行好, 遭坏善意。 那么这就是, 一共是三种。 三种, 再加这两种, 就是五种。 由此五项, 当之市民处处地观察。 由善说法, 善说法, 善说法, 善说披耐意。 这是佛的大智慧经典。 在佛法里面, 诸出家者, 所受的失罗, 就是善说法, 善说法, 善说披耐意。 这是佛的大智慧经典。 简略地说, 就是欺者两件事, 就显现出来修晓圣道的一个相报。 哪两件事呢? 一者, 欺者, 父母, 妻子, 奴背, 朴使, 朋友, 眷属, 柴骨, 珍宝等所显。 这件事不容易。 欺者父母, 这不是容易的事情。 二者, 欺者, 割勿。 除了家以后, 也不割, 也不悟, 也不长鸡笑细, 欢愉, 有种调意, 亲爱聚会, 种种事事, 之所显现。 这些事也都欺者了。 零本二十卷, 十四页。 有事当之, 此出五种事, 受下列形象, 下列的威仪, 下列的众句所说。 后这二种事, 受仅字, 失罗所说。 后本那两种就是戒律所说。 这是和这一段文, 和菩萨这一段文是相合的。 秦居处苦者, 这是第六。 居也就是勤劳的意思。 为主菩萨, 勤修善品, 居劳因缘。 这是说菩萨, 出了家以后, 要精进地修四念处, 修三十七道品。 居劳因缘, 那也就是很辛苦的事情。 发生种种身心疲劳。 那么常常用功需要圣道, 有的时候就会身感觉疲倦, 有的时候心也感觉疲倦。 初开始静坐的人, 身体痛, 腿子痛。 那这个事儿, 这是个问题。 你要忍耐一点。 忍耐一点, 不要忍耐太过头。 忍耐一会儿就好了, 要放腿子。 也可以精心一会儿。 那么常常这样子, 你这个观就过去了。 那么第二就是心。 你在那里坐, 这个心要用止观来调伏你。 有的时候可以, 有的时候止不能止, 观不能观, 心里烦着的很。 心里烦着的很, 想要下桌跑跑, 但是还没开镜。 所以这是苦, 也是苦。 但是有的时候, 心还可以继续修止观, 身体不行, 身体有问题。 有的时候, 身体可以继续坐在那里, 但心不行。 有的时候身心都不可以。 就是各式各样的情形。 身疲劳, 心疲劳。 这些事情就是, 亲修善品, 居劳因缘, 发生种种, 身心疲劳。 这些事情怎么办呢? 你一定要引寿。 要引寿。 常常调, 常常用, 就是, 精行和厌作。 厌作和精行。 那么, 这是身体的表现于外的相貌。 内心里面, 静坐的时候也是直观, 不静坐的时候还是直观。 常常调, 常常调, 渐渐就进步了。 这个身体的不调, 慢慢慢慢就会减少减少。 内心的不调, 也慢慢也会减少。 不是永久的。 所以只要你忍耐一下, 慢慢它就会进步。 慢慢会进步。 要不忍耐, 那时间出来没办法修。 不修, 那你就不能得圣道。 不能得圣道, 和得圣道有什么不同? 我修效圣道, 身有苦恼, 心有苦恼, 我不能引, 我就不修了。 这是不修圣道。 修要圣道, 我要能引, 我将来我就能修圣道。 修要圣道以后, 就有成功的希望。 成功了以后, 和不修圣道有什么不同? 修要圣道成功了, 不要说是大成功。 不是。 就是你得到未到地定的时候, 从欲界定到未到地定, 这个时候啊, 心情快乐。 盘上腿, 心情快乐, 放腿之精心也快乐。 不修圣道的时候, 因修圣道而有的, 你身心疲脑是没有了。 但是你不快乐。 你不修圣道, 没有快乐的。 不修圣道的人呢, 我们说是一个人, 我年龄到了, 我不工作了, 我合法的退休。 退休真能修吗? 真能休息吗? 是不能休息的。 你身还要做事, 心里面也有事。 还没个完就是。 没有完, 其实和修圣道对比来说, 很多很多的苦恼。 就是头几天我们上课讲的, 一个是坏苦, 一个是苦苦, 还有一个辛苦。 你不能避免, 不能卸脱的。 不要说一般人, 你不能避免那个苦。 就是有大权势的人, 他们一样也都是苦。 他们的苦可能比我们还厉害。 就是修要圣道成功了, 和没修圣道的, 就是这样的。 我因为修要圣道, 我招敢来身心的疲劳, 我不忍受, 不忍受啊, 其实你还是苦的, 还有很多苦等着你。 要修要圣道, 你忍受这个苦暂时的。 过一个时期就没有这件事了, 没说你心情快乐。 心情快乐这句话, 你怎么怎么讲? 我说我有修行, 人家都恭敬我。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不算。 就是别人的贵赂你, 你心情还是快乐。 成就圣道的原因是这样。 不管外面的境界是顺, 是逆, 内心里面没有变化。 还是圣道的清净的境界, 不受影响的。 所以我说, 我不忍受这个苦, 不忍受这个苦, 你不能离苦的。 还不如暂时的忍耐一点呢, 过了一个时期就不苦了。 所以在上面说, 这位修行人有大智慧, 不由此缘, 精进费谢费, 如是名为菩萨, 忍受, 亲居诸苦。 利他出苦, 这是第七课。 利他出苦, 分两个, 第一个指示。 为主菩萨修是一种利有情业。 这个利他出苦, 就是利益众生这个地方, 也有一些苦。 什么事情, 会引发内心, 或者身心的苦恼呢? 为主菩萨修是一种利有情业。 如前, 前面戒品也说了, 要一有情业, 一共所有是一种。 由彼所生, 种种的有苦, 菩萨一切皆能忍受, 也能够忍受。 虽然有苦, 这样还是利益众生的。 不由此缘, 精进费, 谢费, 如是名为菩萨引寿, 便利他出苦。 这是名言。 下面看批询记。 修识一种利有情, 使夜等者。 戒品中说, 有识一项, 明注一切中, 要有情戒。 零本诗识卷, 八页大厦说的, 如比广说影子。 所作出菩萨, 这是第八课。 为主菩萨或是出家, 这个菩萨, 或者他是出了家, 出家的菩萨, 便有因为义不等于。 那你要出了家以后, 不能说没有事情了。 你还要去啊, 去啊, 去操心啊, 你去做一些你的衣服, 或者是你吃饭的时候, 用的菩萨, 这些事情你还是要照顾的。 或是在家, 便有无道, 三谷, 赢能, 是亡的。 或者这位菩萨, 他没有出家, 他还是在家。 在家你, 你还要做事的, 便有无道的三谷, 就是合法的, 无道就是合法的, 没有非法的。 这个谷, 三谷, 三就是谷, 或者是心伤作谷。 现在好像也没有决定这个分别。 赢能, 或者今天的事情, 世王, 是在政府里做事情。 你要做这些事业的, 在家菩萨一定要有事业, 有职业。 由此发生种种情况, 你做这些事情的, 也就会引起来很多的辛苦。 菩萨一切皆能也受, 不由此愿, 敬尽切废, 如实名为菩萨也受, 所作出苦。 有诸菩萨, 随处众苦, 而由上正等菩提, 为正清修, 能正清修。 这是第三课, 因苦的胜利。 这个安寿苦饮分三课, 第一课是正, 第二课是解释。 解释里边分三课, 第一课如理思维, 第二课能引重苦。 现在是第三课, 引苦胜利。 要诸菩萨, 随处重苦。 他虽然遇见了很多的苦恼, 而由无上正等菩提, 为正清修, 能正清修。 虽然遇见了苦, 这个苦不能障碍他。 他对无上正等菩提, 以前是没有努力地去清修。 现在能正清修, 能努力地去修修圣道。 回向无上无地。 以正清修能无退转。 已经努力地清修圣道了。 虽然有众多的苦, 不能障碍他。 他能够继续努力, 达到无退转。 就是不死掉。 这个圣道成功了, 就不会退下来的, 不会死掉的。 不像世界上的庸华富贵, 不是永久的。 你搞错了, 就死掉了, 就会死掉的。 当前休息, 无便意。 他得到成就圣道之后, 得无生发言以后, 他成就的圣道不会再死掉的。 长今休息, 但虽然不退转了, 还没有圆满的成功, 他要继续努力地休息。 无便意义, 不会中间有改变主意了, 不修圣道了。 没这个意思。 这个是世界上的事情, 你说是你做医生能发财呀, 但是做医生做久了, 就厌烦做医生, 不高兴做医生失心。 不高兴。 其他的就是做律师的, 会计师, 所有的, 我以为都是他样子, 做久了他厌烦, 不高兴。 修圣圣道不是, 修圣圣道呢, 他发怀疑心。 他本有厌烦的意思。 说是, 我听你讲过一回金额经, 你不要再给我讲金额经了。 你这个也没有明白什么是金额经。 你就是对这个事情啊, 你没有真实明白这件什么叫金额经。 是法华经, 是布尔经, 温诸法空, 生大欢喜。 不厌烦。 我听老师讲过, 我一切法皆空, 已经听了几百千遍了, 这生大欢喜而不厌烦。 有什么, 有时你在那里面有了味道, 有了法味, 就这回事情。 这个事情呢, 你要是只是有文所成会, 办不到这件事。 一定要有诗所成会, 要修所成会的时候, 就会有这个境界。 不怕重复。 所以这个, 读法卧经也好, 你读华严经也好, 读博尔经也好, 读微末皆所经也好, 读一遍又一遍, 读一遍又一遍, 心里欢喜, 而不感觉到厌烦。 这和世界上的事情不同。 如果我们学习佛法初开始的时候, 听了一遍以后, 再听就不高兴了啊, 你要知道, 这个是你不够及格的意思。 你不及格啊, 不及格的啊。 所以啊, 常情休息, 无便意义, 没有改变的意思。 哎哟。 而且这个是我们, 上一回我们说过哈, 这个, 我们在温水成会这个阶段呢, 老是平平常常的经济。 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我很用努力了, 但是还是平平常常的。 要是你到十所成会的时候, 就有变化。 你的看法不同了。 比如说是, 比如说是, 比如说是你, 这个, 我们看这个, 这算是什么, 这叫什么, 这叫是书, 经本, 这什么名字。 这个叫做, 这叫墙, 这叫什么名字。 我感觉没什么变化。 我昨天看, 今天看老是这样子。 这是我们温水成会就是这样子。 书本上的知识, 在你生活上的, 完全感觉不到, 有佛法的味道。 你温水成会就是这样子。 诗事成会就不通了。 诗事成会的时候, 就是把书本上的知识, 能在现实的生活上运用。 就感觉, 哦, 这都是无常百坏的。 就会感觉到这里。 但是这个还不是很殊胜。 但是要有修舍生会的时候, 你要达到味道地定, 达到粗产, 二十三十四产, 是完全不通了。 那个时候, 在修十年初的时候, 有与圣人相似的境界出现。 而不是圣人, 但是和圣人相似。 这个南丁隐私的意义就是, 和圣人相似的。 同时, 你一入定, 你一想要看见佛夫, 都能看见。 要看见, 就可以见观世音菩萨的, 去入定就可以了, 一入定证念, 你见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出现。 说是妙精法师, 讲的, 维木经讲的对不对, 你就可以入定, 你可以见到维木居士, 就问, 是妙精讲的, 维木经讲的怎么样, 都可以问的。 你一入定的时候, 我一见米蕾布什, 不是说是你到米蕾那院, 不是这个意思, 你就是在入定好了, 你就可以, 一念米蕾布什, 米蕾布什就出现了, 出现了, 你可以说话的呀, 厉害过来, 米蕾布什就告诉你, 所以说, 玉学士论妙精法师那一段文, 讲的对不对, 米蕾布什会告诉你, 会有这个事情来吧, 但是我们也达到那个境界, 他讲的对不对, 你没有地方去问, 所以说再问别的老法师, 是可以, 不然的话, 你去, 其他的人都是, 老法师, 我们可能有公敬心, 其他的人有公敬心吗, 这是完全办不到的事情, 所以你要很努力, 暂时的不如意, 隐耐一点, 逐渐逐渐逐渐, 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境界完全改变了, 所以天带智大师, 他念法国经, 都要摸的名字, 是真经经的, 使命真法公养如来, 见到, 石下佛人的讲法, 你也能办到, 你也能办到, 我们现在, 我也说过, 你到峨眉山去, 看着, 那山上有树, 也有庙, 能庙也是地水火风造成的, 有佛像, 就是看见这个境界, 我顶住, 还看见有几位出家人, 另外你看不见什么, 但是那个时候, 你到那个程度都不是的呀, 你可以听普贤博士说法, 听他说法, 文殊夫妇的讲经啊, 我看你有谁哪上说的, 是秘中的学者说, 说文殊夫妇在五台山呢, 讲菩提道次的广论, 你要听他说的对不对, 到那时候你就可以到五台山, 你一入定, 就到五台山了, 就见文殊夫妇, 他究竟是讲什么你就知道了, 是讲普得道次的广论吗, 你都会知道, 也可以到米莱内院去, 入定了, 听米莱不是说法, 这事都能办得到, 所以长勤修夕, 无边意义, 有更殊胜的境界出现了, 将来什么地方选总统, 谁能选上, 你想了半天也不知道, 听这个说那个说, 也不是决定啊, 但是大大的时候, 一切都没问题, 一切都不成问题, 都不成问题, 所以有更殊胜的境界出现了, 而你也就, 这时候是实在来说, 这是内凡位啊, 你得到位到地定, 得到舍戒出参, 二参、三参、四参, 在这里修四年处的时候, 这是内凡, 而不是外凡了, 一刹挪间, 见到位, 你就是圣人了, 随时可以和佛夫妇联系, 和佛夫妇联系的, 那你在文思的这个境界不行的, 不能比啊, 文所神会, 思事神会, 都是散乱的境界, 这不行, 一定要修饰神会的时候, 这些事情都可以成就的, 而这件事, 你面前怎么会知道这件事, 你可以问着我这句话, 我怎么知道这件事, 从学习舍大成论上, 得到这个消息, 在舍大成论有说这话, 有说这件事。 常勤休息, 无便意义, 为什么不便意, 这里面辗转殊胜的境界出现呢, 说呜, 眨眼心, 那个时候, 这个菩萨在心里面清净, 没有贪着自己的活动, 他虽然, 就算你没得生到, 这时候能调伏, 能令心清净, 这正念一起来, 一切烦恼都没有, 心清净。 因为我们在文学成会的时候, 只是学习这个程度, 烦恼来了时候, 不容易调伏, 有了烦恼的时候, 哎呀, 自己还知道, 哎呀, 有烦恼不对, 但是你想要驱逐它, 不行, 这个烦恼一直停留在你心里面, 你不能驱逐它, 他要在你心里面住几天, 你不能驱逐它。 这个时候为什么呢? 烦恼强, 而这个正念没有力量。 要到羞输成会的时候, 烦恼不那么强, 而这个正念力量大, 所以正念一起来, 烦恼就没有了, 他心情自在。 四名菩萨安收众苦淫。 这句话是结, 结束。 我再念这一遍。 有诸菩萨, 谁处众苦, 而有无上正等菩提, 未正清修, 能正清修。 以正清修, 能无退转。 这个地方有同于身前。 以正清修, 能无退转。 有两个地方无退转。 难顶引, 到引位的时候, 就不退转了, 不会退下去。 难顶引, 到引位的时候, 不退转。 再进一步到见到, 就不退转。 所以这个地方, 以正清修, 能无退转。 常清修, 无便意义。 无扎眼心, 扎眼心没有了。 四名菩萨安收众苦淫。 一共有三种癮。 奈他, 冤害癮, 安收众癮, 这两个解释完了。 下面第三个, 法师圣洁癮。 这里分三个, 第一个证。 云和菩萨法师圣洁癮。 这个法师, 法师, 法师所示威的。 能示威的就是智慧。 什么智慧? 就是闻思修三慧。 闻思诚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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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 或者是, 这个法就是佛的教导, 佛的法语。 我们要遵循佛的法语而去思维。 那么就是法师, 或者这么说。 这个圣洁, 就表示你这个法师的进一步有成就了。 就是有力量的。 这个圣是有力量的意思。 这个洁就是你的智慧。 你思维法义的智慧, 有大力量了。 叫做圣洁。 圣洁癮呢, 闻思诚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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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 圣结寅是证,下面第二课解释,分两课,第一课一处,分三课第一课标 为主菩萨欲于切法,能证实在,友善观察,圣结会顾 这个法师圣结寅就是为主菩萨欲于切法,能证实在 这个一切法的范围是很广了,所有的一切的境界都包括在内 但初开始的时候,你要选择其中一个境界 比如玄奈设搜寻显示,以五蕴为所思维观察的境界 其余的一切法的道理以复如是 所以叫做一切法,能证实在,能追寻佛的正教去思维观察去 你不能按照你自己的智慧去思维 你要学习佛法,一开始就是闻所成会 依据这个智慧去思维,思维观察 能友善观察,圣结会顾 说是菩萨欲于切法能证实在 为什么菩萨能证实在,我们是不能的 我们这些一切人怎么不能呢 这是他没有学习佛法,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有善观察,圣结会过 由于这位菩萨他学习佛法了 他从佛法里面得到闻所成会了 所以有善观察,善者能也 就能观察,能观察一切法 能观察一切法,这是谁呢?就是圣教会 就是殊胜的教会 他有这个力量,能观察一切法 那就叫做正世哉,就是这个意思 这里边还有意思,在这个批询集有解释 能与八种圣结出,善安圣结 这有详细的解释,善观察圣教会是什么回事 能与八种圣结出 能够有无而有,叫做圣 原来你没有这种智慧啊,现在有了 这是有八种,八个地方 能够使令你生出来圣结 生出来善观察的圣结会 所以那个八种就是处,有八个地方 能令你生出来圣结的智慧的 善安圣结,这八个地方你要很努力的去学习啊 就能够安立,善者能也,安是安立 能够建立你的智慧 你就能够善观察一切法量 那么这是标,下面第二个是真 云和八种圣圣结出 八种圣圣结出,哪八种呢? 这是真,下面列出来 一三宝功德出 三宝功德出,就是佛法生是三宝 我那一天曾经说过,这个宝称之为宝啊 一定是,不是无漏的境界 不是无漏的境界 这是佛法,那三大阿圣七节功德圆满了 圆满的证物了,无上不提 他有大智慧,他断除一些烦恼了 他有大自卑心,广度众生 有智德,断德,恩德,有无量功德圆满了 那么那就是佛宝 法宝,法宝就是涅槃的 就是佛所证悟的那个第一地 那就是涅槃叫做宝 那这都是无漏的境界 但是佛宝,江才说我们文水成辉的人 只是说说而已啊 我们也看不见,第一地也看不见 佛的无量功德庄严的身相也看不见 佛宪的化身我们都看不见 只是这么说是佛宝 但是这样子,这也是过去的佛 这些阿罗汉的大菩萨的慈悲 告诉我们照相 或者是金音啊,通天啊,或者画 照出相来 一看见相就想起来佛 还有这么一个方便呢 那么法宝,第一地,那是佛的境界 我们也是只是说说而已啊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到那去呢? 还有经理论,语言文字的佛法 有这个方便,就是门啊 这是法宝的门 我们从语言文字,这个白纸黑字的这样经论 我们从这里可以渐渐地可以到涅槃那去了 这是我们还是有点希望 如果没有这个,我们完全没有办法 不知道怎么样去啊 但是,生宝 生宝呢,就是随佛修晓圣道成功了的人 已经断货正正了 这些人都是宝 那就是那些大菩萨和这些师弟菩萨 加上四国、初国、二国、三国、四国、阿罗汉 都是建的第一地,都是无漏的 这些都是宝,就叫做圣宝 观世音不知道是圣宝 说离佛修晓也是圣宝 初国圣也是宝 说到宝,就不是凡复了 凡复圣还没到这个程度 所以三宝功德处 他们都成就了戒定灰 卸脱卸脱之间 三明六通,八卸脱 如来应共正编之,如来十号 那都是佛顶圣明的功德 在三宝功德处,圣圣节 你要从这里才能够去思维观察 能令你开发智慧 三二真实益处 第二真实益处 真实益处就是那个真实益品 真实益品所说的那个道理 真实益处 这个真实益处 你要是我们常常读那个真实益品 再找一点参考书 我们常常静坐 静坐这件事啊 能够使令我们的理解力加强 真实实如此 这一段文我看不懂 还不懂我静坐一会儿 这一会儿再看我就看懂了 我曾经说过 说过那个香港的哈因老法师 他读书不多 当然这个音就是有善根了 所以他就 他是在中山音 广东上有个中山音 读书不多,出了家以后,他看见当时的情况,他不满意 他到江浙去,学习佛法,这就不容易 人都是安于现实,有地方住,有饭吃就好了 但他不饭住 他也不见得有很多财富 那么他就从广东跑到江浙去,不怕辛苦 那地方有老虎吧,不管这个事情 我就是要到他去学习佛法,这都是有善根的 听地先拉法师,你看他在转 地先拉法师讲了一句,他不懂,听不懂 有人就出主意,你到金山高明去坐禅 坐禅几个月,再回来听就好了 你一告诉他,他就能坐 他就到那边去坐禅三个月 腿就疼,这话他就没提这个事情 来完后来的,说了三个月以后 再来听,来一听,听懂了 这就是这么事,你现在静坐,心能静下来 你能加强你的理解的智慧 我再说一个世界上的事情 这个是伊朗,是谁啊? 那个总统叫沙达特 沙达特和伊萨烈作战 他不冒烟地发动战争,他自己到没有人地方去走 好,写了下来一个主意 写了下来一个主意 和他的幕僚一商议就决定了发动战争 一下子打败伊萨烈 把伊萨烈打败上来 在寂静的地方,远离一些屋檐 专心的思维,就是能开发智慧的方法 所以这上面说 《真思一品》 《真思一品》是在三十六卷 我们现在是四十二卷 这三十六卷 你们后来的还没听到 那是比这个难懂 就戒品、思品、戒品 那现在是云品 这个容易懂 但是《真思一品》可是难一点的 《真思一处》 那也是圣圣解处 能令你开智慧的地方 你在思维那个道理 就能开发智慧 世界上的人 要到学校读书 也能令你开智慧 反正我看 我说话说太多了 所以爱因斯坦小时候并没有什么智慧 也和普通人一样 但后来的智慧就开了 所以他身边是一个科学家 这个事情 但是有限度 到此为止 那智慧开发就是到此为止 但是佛法开智慧可不是 那是更高的一道佛的境界 不是一般的境界 真思一处 三诸佛菩萨 大神力处 真正威力品 我们也讲过了 大神力的境界 你在那里也是令你开发智慧的境界 是阴处 五五国处 阴处有十种阴 有十种阴 有随说阴 有观带阴 一共有十种阴 第五国处 国这就是艺术国 离弃国 还有四处国 真正上国 一共有五国 这也是生智慧处 五应得一处 应得一你 阿奥多罗三秒三不得 是我们应该成就的 那不得我们应该成就 这是一处 七 自于比义得方便处 就是于比应得义 于比应得义是个国 得此国 要另有方便 那就是六波罗密 就是这个 一切所知所应行处 一切所知所应行处 十二份教 长长重诵并授记 就是那一共有十二份 那是我们所应该学习的 学习了就应该根据那个所学习的佛法 去修行的地方 这是八种 有善观察 圣教会 故登著 他解释 此中教会 未能减在聚生智慧 这个教会 这个教会 能减在 能减在法义的 聚生智慧 聚生是什么 就是生来的智慧 就是你前一生 你所栽培的那个智慧 能带到今生来 今生没有栽培 没有开始栽培 你就有这种智慧 这个智慧是从前生来的 前生这么有 你前生栽培过 或者栽培的多 或者栽培少 或者深或者钱也不同 叫做俱生慧 由这个俱生慧去观察 减在 减在就是观察 去观察的 这句话呀 说这句话有点意思 有什么意思呢 这个俱生慧 硬和硬都有 硬和硬都有 我有时候 我有一次 他能想想 小孩子在那里 我和那小孩子说话 试验他 我说两个五加起来是鸡 有的小孩子很快 是十 有的小孩子还不知道 他有时候 一二三 哎呀不必 就生的会的高低呀 是不同啊 不一样的 我们说这个话 就是一日核言都有希望 一日核言都可以呀 予以切法能证实在 就是这个 我们能够来到佛法里面 来学习佛法 那个学习佛法的那个是谁 就是 聚生慧 要是你在佛法里面 学了三年以后 那个聚生慧 有了修 有一个 学习的智慧加上去了 那就不是生德慧了 也不是聚 聚生德慧就是聚生慧 那里面有个修德慧 那里面有个修德慧 就是生德慧提高了 那就不全是聚生慧了 这个经论 这个经论 这个我们看出来呀 这修学习的论里面 非常真实 不说大话 你这句话是非常真实嘛 我们也不用就有 我们也有这个聚生慧 任何人都有啊 就是用这个智慧啊 去学习佛法 去善观察 它就是善观察 圣交回顾 就用这个智慧来学习佛法 非常的真实 如捨一门份说 零本八十三卷十月 这个地方 这话是捨一门份说的 此中八种生生解处 如前立种兴品 别思影之 立种兴品也有说到这八种 其中有多少不同 但是意义无差别 零本三十八卷七 又此圣节有二隐缘 与彼诸处能善安利 这个 他分 第一次一处 法师圣节 法师圣节隐 分三颗 第一颗真 第二颗识 解识里面分两颗 第一颗是一处 现在说因缘 因缘 什么叫因缘 你看这下 有二因缘 于比足处 善能善安利 有两种因缘 就是有两个条件 于比足处 于就是比八处 能善安利 能够安利这个圣节 这个圣节的成就 要有两种因缘 要有两种因缘 才能够出现的 才能够安利 就是才能够成就的 哪两种因缘呢 第一是尝识串习过 就是有你那个聚生会 要尝识其 不间断 串习就是连续的学习 不中断 尝识的学习佛法 那么你这个圣节就能成就 不是短时间可以成就的 短时间不能成就 长时间 而正善尽自固 第二个是正 这个正也就是成就的意思 成就了善 就是没有过世的 没有颠倒的 清净的智慧故 那就是得胜道了 得胜道了 得胜道了 那得胜道你这个智慧成就了 你就能思维 这些事情都能思维 观察 世明菩萨 世明菩萨 法师圣节音 这个人说出来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遵循他这个方法去做 就是你尝试自己的学习就可以了 你就能够得到这个圣节会 这个法师圣节音 你就能够成就 看这批训计 有二人缘等着立种性品你说 有二人缘 具多圣节 具有很多的智慧 一者多修圣节故 你要是常常的修 比如说是假设 假设是中观论说的 诸话不自生 义不充他生 不共不无因 此故说无生 这四句话它很简要 但是有注解 详细的解释了 解释了的时候 解释了的时候 你就把这段文 把它看一遍 再看一遍 读一遍 再读一遍 常常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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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你就能明白它的意是什么 然后你心里面常常思维 早晨起来也思维 到晚上静坐也思维 常常思维 常常思维 这个意义你就拿到了 拿着你思维的时候 就看智慧 智慧就出来了 如果你不学习的话 那你就不会这样思维 不会思维 没智慧 所以同样的时间 时间都是一样的 不是说你能多几个 你的时间比我多 我的时间比你少 都不是的 时间都是平等的 你拿着这个时间来学习 并不是 因为它也是文字 因缘所生法 都是文字 我说即是空 都是文字 文字它一定不违反 不违反原来的定义的 你要违反原来的定义 那就不行了 就是 那等于 有文字等于没有文字了 所以我们古来的大德翻译经论 它也用文字来表达那个道理 那文字和我们原来的这个 字典上的含义要和 要和的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学习了 所以我不学习 我坐在那里念佛是谁 那你可以 那有你的自由吧 你一直在念佛是谁 念佛是谁 看了几十年怎么样呢 那你自己知道 那么要是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 学习 一人说生法 我说去之空 以命为家命 以命中道义 你今天去 就不可得了 不得了 你比如说 运舌老师 忧心发海六十年 那就是这样子 就是 那他今天的成就 可能和看话头六十年不一样 不一样的 你现在也可以试验的 所以那些主张看话头那个禅师 你请他讲一段佛法 让他预备七天 预备一个月就可以 让他预备一个月 讲一段开始就可以 但是你也请耶稣老师讲一段开始 你会对比一下看他说的什么 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的 就可以看出来 但是有为法是这样子 那个谁有一个 有一本书 他没有写那个法师的名字 其实法师的名字我是知道的 就是 是日本人做的 日本人写的这个禅 禅中这个禅写这本书 他把它翻译成汉文 反正汉文以后我再读 他那里面说什么意见的 说禅中的这些大德 何佛罢主 这就是说了各式各样的这些 说是他嘛 那就是禅吧 但是那个作者的意思 要是这样的话 还不如学教好 不学习经论呢 从文字上明白 什么怎么回事 比那何佛罢主有的意味 那么这是他的意见 但是我在想的 的确也是这样意思 就是由经论上去学习 使命我们开智慧 这个宝贵的时间没有浪费 没有浪费 而这个祖师那句话 有多少威力 你能够开悟 就自己开悟这两个字 使命人呢 严佑人呢 继续在那里转 但是几十年开悟没开悟 这个事情就很难说了 但是你要从文字上修习 我看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 那你能够 你心里面 你对佛法的信心 建立起来了 这文师兄的智慧 建立起来了 这不可思议 所以多修圣解雇 二者积极猛利引雇 这个多修圣解啊 你多从文字上去思维 有文思修 这样子 这个圣解逐渐逐渐 由钱而渗 你自己就有发喜 有快乐会出来 这是一个 第二个积极猛利引雇 积极猛利引有两个境界 一个是什么 你自己住毛棚 你前面多修圣解 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可以闭关 也就是闭关 但实在是一个字了 你可以自己住毛棚 我深山里面 你在那里多用功 多用功 你就能成就蒙利引 能成就蒙利引 就是能超越假命 超越这些语言文字的假命 能入入地一地 那么这叫积极以蒙利引 这个积极就是不是一次成功的 一次又一次的积极 积极蒙利引 这是第一个解释 第二个解释是什么 大众里住 你不要住毛棚 住在什么地方 就是没有规矩的地方 你要到没有规矩的地方去住 那个人呢 实时常地刺你一刀 你到这地方住 积极以蒙利引 你这个时候 因为你本身 你不是平常人 你内心里面有文修的智慧 他给你一下子 就能失灵你 积极以蒙利引 因为他这个时候 要是你没有多修圣洁 那不行 那你就是 这一般的凡夫境界了 他赞叹你 他给你一拳头 这都是凡夫境界了 但是你要多修圣洁 这是圣洁境界 他给你一拳头的时候 你的智慧就增长了一次 他弄一个陷阱 叫你换鞋跳 你智慧增长一次 这样子不知多少次 积极蒙利引 这也是修行境界 这不是凡夫境界 所以这样子 你的圣洁就成就了 这是二十八卷八月 文艺一通 这上说 由此圣洁有二人缘 与彼诸出能善安利 一是常识算息 二是正善净之物 这句叫做菩萨法师圣洁印 所以这个事情 当然我将才说 这是有程度的 不是一般的人 一般人 你不行 你的所有的境界 你都是用一般的虚妄分别去理会了 那这是另一回事 现在是说是像道上会 因为你自己内心里面也常 不管有什么境界 你心里面有文思修 有知有观这样用功 等达到有程度的时候 你在大众里住 大众里住 这些境界 你就能够 它无形中 能够锻炼你到第一地去 是这样的境界 所以应该是在大众里住 这也是很好的境界 但触发心的印不行 触发心的印不行 触发心的印 你要随身他一点 你给他一圈头就是不可以 你给他一圈头是不行 你要随身他一点 你要随身他一点 就是你的程度高 你要随身他一点 但是你要是他的程度高了 那都互相可以勉励 你也可以给他一圈头 也可以 但这不是反复进去 这圣道的成就 一般的说就是正常的情形 不能够随便给你一圈头 不可以这样做 但是程度高了 这是可以的 当然这件事 这有佛菩萨可以 佛菩萨知道这个众生 那是大菩萨经纪 来鼓励他的意思 如是菩萨一子二品 一切隐悟 当之广开南行隐等 如相差跃 这是第三 南行隐等 前面就是 这几段讲完了 现在是第三 南行隐 自行隐 一切隐 这是 这前两课都说完了 现在这下边你说 南行隐等 一共有九种隐 这是第三 南行隐等 分两课 第一 皆前身后 如是菩萨一子二品 一切隐悟 如是菩萨 就是前面这两课 一个自行 一个一切 这个菩萨一子二品 一个自行隐 一个一切隐悟 一子二品 就是所有的隐悟 都在其中 当之广开南行隐 从这二品里面 在广播地 开发出来有南行隐 其他的其中隐 等 主向的不同 各式各样的隐 这句话 这段文是接前身后 如是菩萨一子二品 一切隐悟 是接前 管开 当之管开南行隐 等主要隐悟是身后 升起后闻 这是第一课 接前身后 下面第二课 别是七语分七课 第一课是南行隐分三 第一课是正 云和菩萨南行隐 说当之此隐 略有三种 为主菩萨能与雷烈 没有力量的 没有力量 雷烈 或者身体没有力量 就是雷 心没有力量 叫雷 就是雷 心没有力量 就是这种圆药的众生 主有请说 引彼所做 不要一世 这个菩萨对他所做的 不要一世 就是伤害的事情 能够永远 使命第一 能够永远 这个引词最难 不容易 因为他是一个 累累的友情 你想要 想要对付他很容易 但是 永远这件事 这比较 比较难 比如说 那个人不是累累友情 那个人心自乎 身体 身力 心力 都是很高的人 他要来除脑你 你想要报复吗 我怕你没这个胆量 那你要引就不容易了 现在是说 累累的友情 你忍受他的不要一世 这就不容易了 这是第一难行音 要主菩萨居尊贵位 于智成立 不要一世 这是堪能也受 是命第二难行音 这是第二难行音 这是第一 于雷列说 第二个是于晨立说 亚洲菩萨居尊贵位 他是 具有尊贵的身份 他是国王 他是皇帝 于智成立 对他自己的成立 就是为他办事的业 就是他的部下 这些部下对于国王有些不遥移的事情 堪能也受 国王是有无上的权威 随时可以自罚他的晨立 但是他能忍受 堪能也永远这件事 这是第四名第二难行音 这是第二种 亚洲菩萨于其种姓 卑贱有情 所作真上不要一世 堪能也受 是命第三难行音 所以这是第三种 与卑贱说 亚洲菩萨于其种姓卑贱 他是种姓 就是他的父母 我祖上的人 都是没有什么地位的人 而他本身 也没有什么成就 是很卑贱的人 也没有智慧 也没有福德 这样的友情 所作正上不要意思 他这样的人 对于菩萨 做出了一种很强烈的 伤害的事情 菩萨对他堪能忍受 是命第三难行音 这是三种难行音 这个难行音 就分这三个 说完了 云中学菩萨一切门音 前面是说这个难行音 现在第二个一切门音 三个第一个正 菩萨一切门音 当之此音略有四种 第二是标 标出来四种 下面第三个列 为诸菩萨于亲所作不摇于事 于愿所作不摇于事 于宗所作不摇于事 彼此有亲爱关系的演 他做一样对你有伤害的事情 这一切门音 这个门是在 比如说是这个房子有 这里有个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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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门 这个门 就是不同的立场 都 所作的不要意思 都能演 就是这个意思 为诸菩萨于亲所作不要意思 彼此有亲爱关系的演 他做一样对你有伤害的事情 这是亲所作 于怨所作不要意思 对你有怨恨的人 他做一些伤害你的事情 于宗所作不要意思 就是也不是亲也不是怨 在亲怨之间的这个演 他做一些不要意思 西能看演 这三种人对菩萨所做的事情 菩萨都能用演 不计较 好 既于彼山 裂等圣品 不要意思 皆能演奏 前面是要亲怨 终分三品 现在这里又是裂等圣 裂品等品圣品 不要意思 这个裂 或是要福报 论裂等圣 或是要智慧 论裂等圣 各式各样的差别 他们做一些不遥遇的事 皆能看演菩萨也都能够永远 看这批语记 基于彼山 裂等圣品等者 为亲怨中 山中有情 所作不要意思 有裂等圣品 差别故 这个解释就不同 这个不要意思 有裂 有等 有圣 圣体不同 这么解释 这也是可以 云和菩萨 善世淫 这是第三个 善世淫 分三个 第一个正 云和菩萨叫善世淫 下面第二个标 当知词淫略有五种 有五种不同 这是标 第三个是裂 分两个 第一个先见胜利 当知词淫略有五种不同 哪五种呢 为诸菩萨先欲其淫 见诸胜利 未能看淫普特嘎罗 与当来世无多怨敌 无多怪力 有多喜乐 临终无悔 欲生坏后 当生善去天使节奏 这是见胜利 见淫有这样的功德 为主菩萨 先欲其淫 见诸胜利 这个菩萨是学习佛法的人 他从佛法上得到智慧 得到了智慧以后 他自己常常示威观察 所以在事情没有到来以前 他先对这个淫有很多的功德 你要能淫 你就会有很多殊胜的利益 这件事 有什么功德胜利 未能看淫普特嘎罗 要是普特嘎罗 就是众生 要对你有不遥遇的事情 你能拥引 就会有功德 什么功德呢 于当来世无多怨敌 将来的时候 你这个怨敌就少 你要不淫 你跟他去斗争的话 那个因就是你的怨敌了 今生是你的怨敌 来生还是你的怨敌 一见面就不对劲 要是现在你和他永远 你不和他一般见识 不争论 原谅这件事 将来就没有这个底音了 是这么事 所以于当来世无多怨敌 无多怨敌 有多虚敌 不会有很多 乖为你的心意 不会 不会啊 你要做什么事情 他不支持你 敌也就是怨敌 不支持你 是这个意思 尼平说是汉高主 他打天下的时候 他这个文臣武将躲 你要是项羽 除霸王 只有一个反正 有他的智慧 帮助他 也有些武将 但是不能和汉高肉比 所以最后他失败了 你看这个唐太宗打天下的时候 他也是帮助他的人都是英雄 是浩劫 也是多 其他的那些和他对立的那些英雄都不行 就是少 帮助的人少 为什么有多少的分别 这是栽培来的 是栽培来的 是栽培来的 所以是 余当来是无多怨敌 无多乖利 不会乖为你 不会啊 反对你 乖利就是反对的人不多 有多喜乐 有多喜乐 很多人支持你啊 很多都是好朋友啊 所以你的喜乐的事情多 有多喜乐 灵中无悔 你要这样子 我忍受了别人的悔虏 我感觉心情很快乐 灵面中的时候 心里一点悔很没有 灵中无悔 于生坏后 当生善去天世界 于你这个生命呢 死坏了以后啊 你就会生到善去 生到好的地方去 或者生到天地世界去 因为你心里面不发脾气 你不发称心 心里面和平啊 你就会 就会容易生到善去 你要常是贪心很大 称心很大 危险 就会到十三个道去 所以要隐啊 于生坏后 当生善去 天世界中 这一刻是先见胜利 菩萨有这个智慧 学习佛法 他能够应识 修严如有功德 他就能够修严如 是这个意思 下面第二课 志堪淫等 借胜利益 只能堪淫 劝他行淫 这个菩萨有智慧啊 看见淫乳啊 有殊胜的利益以后 只能堪淫 所以以后遇见淫缘的时候 他心里忍受 他不合他一般见识 你这个我们看韩信的转 他受垮下的乳 那个少年哪之间 态度很强啊 叫韩信从他垮下过去 韩信找办 等到韩信做了 韩信王 韩信王 韩信侯的时候 到了他老家 就把那个少年找来 给他个官做 韩信还是有一点 还有一点点 那个范隋子这个人呢 范隋就是秦昭王的相 范隋这个意思是聪明人 一个平常的人跑到秦国去 逐渐逐渐能做到秦昭王的相 这真是有本事 这是有本事 他做了相 拿到权力以后啊 爱此必报 你以前瞪我一眼 我都要报仇 你对我有好处 我也回报 范隋是这样子 这个音就是这样子 哎呀 真是世界上实行真是 可见范隋这个音呢 不音 后来他这的确是 这的确是报仇了啊 以前在 他原来是魏国人 魏国那个相 他就通知 是什么虚无 魏国的死神 到了秦国去办事虚无 不要多说 他就叫你告诉我魏相 把魏王把魏相的头给我 不言的话我要屠成 实际上说这话 看那个时候我看了 世界上事情了 真是太凄凉了 这个 范隋 对清朝王做相 他要报私仇 就是说这么一句话嘛 当然清朝王也支持他的 魏王听见这个话就怕了 就不支持他的相 他只想只好跑 各处跑 流量跑 最后自杀而死 就自杀了 这件事我因为很凄凉 很不合道理 你范隋也不应该 因为这件事 你现在拿到全力了 就要 以前大家那个魏相 对范隋修辱的是很厉害啊 记恨在心的 其实这件事也应该过去 不要报仇 就算是报 魏王应该支持他的相 好 你来打吧 你来打我来对付你就好了 应该是这样子 怎么可以 平常没有事给你做相 今天有事情 不踩他 这不合道理 所以从那实际上 说到世界上的中国历史 我看就是出家当何人后 世界上事情实在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都是很苦恼的事情 有正义的有正义的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的 是 见胜利 只能看淫 劝他行淫 是菩萨他见证着隐辱的胜利以后 自己能看淫 谁要来对他有什么羞辱 他心里不动 只能看淫 劝他行淫 并且还劝别人也行淫 赞人功德 也赞他隐辱的有功德 见能行淫 不得嘎罗 为一欢喜 见能行淫 那人呢 心里欢喜啊 祝贺他 来庆贺你 好 当之词淫 略有五种等者 为见胜利为一 这是一个 只能看淫 这是二 劝他行淫为三 赞人功德为四 见能行淫 为意庆喜 这是第五 一如是意 明善事严 如是种类 善行舍骨 这些是非常很好 很美好的德行 所以叫善事严